都沒有人麻煩得過我們 根據某前輩女歌手 她用了林善、林字紫 然後林家 還有我不會用謙字 我會想它變成嚴 嚴尖的嚴 那就是林家嚴 因為在音樂上我比較嚴尖 或者製作作品的時候 我就比較執著於一些細節位 在做作品的時候是會麻煩的 這兩年的經驗 我覺得這種麻煩是有時候必要存在的 因為我有試想過 如果我當時不堅持這些麻煩 其實出來的東西還會更加麻煩 那個階段會更加大 就是這裡執漏了這件事 然後這裡有很多問題會衍生發生 從來一個普通的作品是需要 有一些柱女作人去幫忙把關的 我都盡量不介意別人 很麻煩的 我自己最主意 我覺得想別人聽完這首歌 就好像有一個出口 或者是一個釋放的空間 有時候我覺得現實太多環境 或者很多的抑壓 我希望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 不會純粹因為聽完這首歌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不想所有一百個人都覺得開心 我可能有些會覺得 聽完有一個開心的歌 但原來他發現他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更加有趣 一個調音中 可能有人聽到不同的情緒 我覺得這件事 是藝術品或者音樂作品上 最有趣的地方 譬如初初出到第一年的 《Just Carry On》 甚至是神奇的《胡桃魔藥》 可能表面上都好像很寬快 但原來也有些人聽完 很眼濕濕 或者會覺得有點不開心 明明是一個很明顯的調音 但我偏忍的時候其實是眼濕濕的 我從來都不敢說 因為覺得很語氣 為何無緣無故對著電腦 為何眼濕濕 但我覺得有些時候 是不知為何會觸動到我自己 而又感動了自己 所以可能有些人 又會聽到這個情緒 我將這個 所謂催淚的成份 放在一個這麼開心的作品上 我覺得是 挺好的 最喜歡《在空中的者妙》 最新的歌曲 和《天生》 就已經同行地出生 其實寫這首歌 有分不同階段 因為最初只是寫了副歌的部分 就是在台灣見到一些蒲公英 即是踩單子的時候 覺得這兩秒和蒲公英 好像同行 我覺得這是很浪漫的時刻 但原來過兩秒之後 它已經飛散了不知哪個地方 但又覺得 就算只有一兩秒 其實都覺得 挺美麗 而且會記得 所以我覺得這兩秒其實 都挺真實的存在 一邊再寫其他部分的歌詞 又會想起 《宋靈奴隆》最後一集的畫面 其實我覺得 未必只是這個卡通 我覺得兒時 我們有時喜歡過 或者沉迷過一些動漫 卡通 其實都是喜歡一些 不是現實世界存在的東西 我們都會是最大的回憶 現在最大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 這種不現實的存在 其實是 反而是很行舊的 原來 生活或者愛這件事 都可以是這樣 可以擁有 但可能有時實追求不到 想做多些嘗試是因為 不想讓自己太舒服 有時會覺得 自己做開擅長的東西 就算你做得不錯 有時都不會太大滿足感 反而試試一些 不是擅長的東西 但完成了 那個滿足感 有時會大過前者 所以就 玩一下試一下 我覺得自己開始掌握到 不同場合的節奏 多人有多人的玩法 少人有少人的做法 但我自己也是 喜歡一人之境 或者少人的環境 比較多 我就會自在一點 怕跟別人打交道 所以自己就 覺得有些什麼 自己做到就先做了 這幾年都覺得 其實很多事情 讓自己試一下先做了 不可以先做不同的人去幫忙 一起玩 但我也很開心 這幾年都 有很多不同的人找我玩 雖然我自己也挺自怕 我去年也合作了 我去年做演唱會嘉賓 做了七次 有很多跟不同的人 合作的音樂上的合作 其實不知不覺 都做了很多合作 所以多謝大家 邀請 我只要多謝 我都擅縮了 年輕人的王子 我可以� 來 Phi 經練嗎 完成了